大家好我是臉 我現在人在泰州 其實泰州一直都不算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旅遊城市 所以製造人可能不是非常多 我上一次來泰州玩的經驗 讓我覺得非常喜歡 就吃到很多很喜歡的小東西 我有發了一篇IG圖 那上一次我覺得留下最大的遺憾 就沒有吃到新容計 正好這次過年有幾天空檔 然後剛好也訂上了新容計 所以就立刻衝來泰州 然後也帶大家去複習一下 我上次吃過那些我很推薦的小吃 吃看看啦 今天的第一家店 泰州人的早餐 張元崔飯 掛牌寫著營業中 但是大門勝所 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今天不是初五嗎 初五不是要開工了嗎 我覺得這個開場有點危險耶 下一家看看吧 第二家店來到了 胖胖大長公 沒有開 而且我發現他們也不會必要 他們預計什麼時候要營業 所以還有可能一些都需要元宵節 下一家 今天的第三家店 鋁雞蛋餅 沒開 剛剛打了電話給想要去的下一家店 然後也都沒有進 我原本真的期待在吃西浪季之前 可以先吃一點小東西的耶 現在時間是2點06分 我終於吃到 這是來泰州的第一個食物了 這個梅花糕 其實我上次來吃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好吃 它外面是脆的 然後裡面是比較濃一點的感覺 但這一次裡面整個都是軟的 沒有上次吃起來那麼好吃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小點心 準備迎來今天的第二個食物 建軍奶油排骨 這家店在鄰海這邊 就不是剛剛在郊江那個位置 所以我上次吃到我覺得 超級驚豔的食物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鍋了 那個白衣的姊姊說 這鍋炸完之後 他就要打兩奶 它這個奶油排骨真的是 超級好吃的一個東西 它的外皮有點像是我們在台灣 吃那種小上海香酥筋 那種很酥 然後很脆 有顆粒感的那種脆皮 然後裡面的它就是豬肉 但是不柴 跟一般我們吃炸豬排 那種肉可能稍微乾一點 不太一樣 然後裡面有醃過 所以整個肉是很有鹹香的 就是有種豬肉版的鹹酥雞 那種感覺 好好吃 姐姐你這個奶油排骨的奶油 是在哪裡 醃奶油 醃的時候嗎 我是用牛奶的 喔你用牛奶醃的啊 對就牛奶半一點點 然後有個買的時候的小技巧 來的話你直接跟姐姐說 你要吃現炸的 大火了 吃完排骨來到了 這次來泰州的最最最最最最最重點 辛龍記 這是辛龍記的老店 就是它最原始的那個總店 吃看看 它這邊的大廳的座位 其實就有點像是那種飯店大堂 就是它有很寬敞的空間 然後很開闊 其實大部分來看 都是家庭來用餐比較多 然後點菜的方式就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你看菜單點菜 另外一種就是 直接到它這個放海鮮的地方 然後直接討論說 這個東西是時令的 然後用什麼這樣的做法去做 第一道送上來的菜 香酥帶雨 東海的帶雨 反正聽起來很厲害 吃起來呢 也很厲害 我覺得主要就是考驗它炸的功力 它的外面這一層 其實是很酥的 就薄薄的一層很酥 裡面魚肉的質感 其實保留的還是滿剛好的 有點像是你吃真的魚 但是它的汁水再縮得緊實一點點 所以可以吃到魚肉那個緊緻 彈嫩的那個肉質口感 外面像這一層酥酥的 就咬起來有點脆 然後又很香 油炸物的那個香氣 發揮得非常好 這是我吃過我覺得最好吃的帶雨 這個真的是跟其他的帶雨有一個非常明顯層次上的差距 第一道菜我覺得很開胃 第二道菜 鯧魚年糕 一般來說 之前比較常吃配年糕的菜是黃魚年糕 然後今天來看到鯧魚 所以就試試看不同的魚種 搭配這個加燒年糕的做法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味道 鯧魚其實相對來說 它的味道沒有黃魚這麼的特殊 它這個是個白鱗鯧 它就是比較特殊的鯧魚 因為一般鯧魚是銀鯧 它一週很常做海鮮 會用一種叫加燒的做法 蒜啊 蔥 薑 然後燒成這種黃黃的紅燒醬汁的感覺 它這裡做法其實做的相對來說味道淡一點 醬汁的味道不會那麼突出 所以可以吃出鯧魚本身的味道 相對來說可能配年糕吃年糕味道就會淡一點點 它這個是手打年糕 它在弱跟Q中間有點黏 但是不會黏在牙齒上 它那個黏的口感是讓你咀嚼的時候有一點點脫綴感 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確實這個醬汁比較淡 會再來的問題就是它拔年糕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泰州人覺得年糕怎麼樣 他個人比較喜歡吃寧波的水膜年糕 看圖啊 紗蒜豆麵 這算是台州名菜了 只要是標榜台州菜的餐廳 一定都會吃到這個東西 紗蒜其實是一種海葵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就很醜 醜到你不敢吃 我今天在上海吃過幾家 台州菜的紗蒜豆麵 其實都偏湯多一點類型 類型有點像湯麵 辛龍技把它做得像是乾拌麵的感覺 它湯汁是比較濃郁的 就是你的每一口紅薯粉都可以包著非常紮實的這個醬汁 辛龍技的這個醬汁吃起來是有一點creamy的感覺 其實是味道很重的一個主食 那它在相對來說 這麼多沙蒜豆麵的見證者裡面 它算是比較清淡一點點的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是 它的這個沙蒜就是海葵本葵 做得有一點點腥味 它吃起來是非常彈牙的 一入口是先鮮味出來 但你舉著到後段的時候 可能咬到它的內臟 會有一點點腥味出來 有點像是你吃到蚵仔 有一些蚵仔會最後尾段 會有一點點的那種味道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 然後泰州的朋友說 這個沙蒜豆麵就一般的沙蒜豆麵 沒有說相機不好 但也沒有特別好 椒鹽皮皮蝦 這個東西是新容器他們滿招牌的一個東西 剛剛有很多海鮮 什麼鯧魚啊 帶魚啊 然後可能到那個沙蒜 都是選擇東海的海鮮 這個是來自於南海的 所以是選擇廣東一帶的皮皮蝦 因為它可以長的比較大隻 除此之外它還會帶有這個蝦膏 我其實第一次吃到有蝦膏的皮皮蝦 真的好大 難以下嘴 不知道是我對皮皮蝦的期待過高 還是這個東西真的沒有表現好 這個皮皮蝦的蝦肉呢 吃起來比一般那種小隻的 更細膩一點點 但是整個肉質我覺得沒有什麼太特色的地方 沒有什麼感覺是經過它的挑選 或是它的處理 讓整個皮皮蝦更上一層肉的感覺 它用這個避風糖炸鍋的做法 我覺得也沒有把鮮味收得特別紮實 然後那個蛋呢 雖然它很強調說這個蛋是在特別季節挑選過才會有 但我沒有吃出這個蛋的什麼鮮味 它就是一個蛋 泰州的紅糖瓷巴 身為一個糯米以及糖類的瘋狂愛好者 來吃吃看 嗯? 點下來的時候我就問了一個問題說 泰州的紅糖瓷巴跟外面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泰州朋友就說一句垃圾話說 泰州的比較好吃 還真的比較好吃 泰州的紅糖瓷巴跟一般外面那種不太一樣的點在於 它是用捲的方式 捲了芝麻捲了紅糖進去 然後紅糖不是那種糖漿 它比較像有點像糖餡 黏黏的有點像月餅餡那種感覺 外面炸鍋是酥的 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它這個更殼一點點 更硬一點點 是個很好的甜點 吃了這麼多大魚大肉 但要吃一下蔬菜 這個是他們自己種的冬菜 那因為它這個冬菜是吃葉梗類型的 就是它的梗比較肥厚 所以主要是吃那個梗的肉感 我覺得蠻特別的 有點像那種青江菜厚一點的 葉梗的部分是非常的綿的 就是你咬下去不會覺得那個梗的纖維感很重 那我自己覺得很好吃 那台州人覺得 台州小吃 真扁其 它其實就是餛飩皮 然後裡面包了一些餡料 目測一下呢 餡料有蘿蔔 筍 豆干 還有一些肉膜 吃起來有點像台灣的肉圓 有沒有 裡面有一些筍乾瘦的肉 是熟的 包進去這個皮裡面蒸 這東西我覺得蠻特別 不令人驚豔 吃飽飽啦 我覺得還算是蠻過癮的一餐啦 雖然說藥價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在每一道菜裡面用的用心 其實就像他們自己講的 新榮界的菜是在平凡裡面找非凡 每一道都是家常菜有的樣子 但它把它做得更精緻一點 然後整體服務是非常好的 人員的應答啊什麼專業程度都很高 要走之前還送了一個小禮物 我覺得真的是蠻貼心的 蠻值得體驗一次的 大家早安 這是第二天的泰州 希望今天的泰州 可以有營業的餐廳多一點點 專家後來打通電話 為了那些沒開店家 可能都要什麼9號 或者15號才會開門 然後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次住的地方 我這次住的是泰州的一個叫萬斯酒店 然後我覺得住起來的體驗真的是蠻好的 因為它其實看得出來是非常新的這種裝潢 基本就是浴室的區域 馬桶是這種免治馬桶 然後淋浴件是這種的 就是上面有花灑的 我喜歡 洗手台稍微小一點點啦 就是一個單人的洗手台 然後上面那個化妝鏡是有打燈的 也還OK 另外一邊是一個大鏡子 然後這邊裡面有浴缸 備了冰箱啊 浴泡啊 水吧台啊 茶包啊 這個床是屬於偏軟一點點的那一種 房登另外一邊還有一個小桌子 然後跟一個貴妃椅 床頭也是比較新式的控制開關 然後也有一個帶USB插槽的這種充電低座 我住過比較好的飯店其實也不算少 但是目前聽起來感覺我蠻喜歡這家的對不對 因為我只花了342塊錢人民幣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來說 算是蠻超值的一個選項 一天的早餐 由股民開始 所以股民是個連鎖店啦 不是台秀才有 它很多城市都有 但因為在上海很少看到 所以我每次看到股民都會買一杯來喝 今天買的是這個 輕盈版的羊織甘露 我之前喝過後座版 後座版就是野奶 然後確實比較濃郁一點點 喝起來就是你在港式飲茶店 喝到那種羊織甘露 然後是更飲料版本的 一杯也不貴 所以蠻推薦大家來可以喝喝看 那喝完飲料之後 就開始今天的秘食計畫了 看看今天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今天的午餐來到老闆酒家 這是一家上次也吃過的店 然後上次吃覺得蠻喜歡的 這個椒鹽皮皮蝦是那種小的 就是來自於東海的皮皮蝦 厲害的點在於它炸得剛剛好 裡面的那個肉質還是濕潤的 然後椒鹽的香氣是有進到肉裡面的 加上手指上面會沾很多椒鹽的味道 吃起來還蠻過癮的 就是有鹹味 然後有那個椒鹽的香氣 真的是比昨天吃起來那個南海的皮皮蝦 還更甜的一點點 然後這裡的椒鹽皮蝦跟其他店 很不一樣的做法是 它會另外附一個這種 有點類似糖醋的醬汁 上次來吃的時候 它是把去頭的皮皮蝦 頭放在裡面做生鹽的 有點像西湖豬蕾那種感覺 你會吸到一點點肉還有很多醬汁 老闆酒家最招牌的菜 就是點名上最多人點的 叫做鴨湯水餃 其實蠻神奇的 在一個專門賣海鮮的地方 竟然是以鴨湯水餃 占據了排行榜這麼高的位置 它這個鴨湯呢 其實是那種藥膳的鴨湯 鴨肉煮得非常的酥爛 水餃呢 其實這種普通但偏好吃 內餡是偏紮實的 然後外面那個皮是手工乾淡 因為泡在鴨湯裡面的關係 泡久了 其實整個皮會稍微軟掉 不是這麼有交勁 整體搭配起來呢 我覺得很適合天氣冷冷的時候吃 枸杞的甜其實蠻好的 帶出整個湯的阻味 我覺得不會比海鮮還更好吃 但是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菜 來自東海的剝皮魚 它是偏緊緻的那種魚肉的口感 用煎的方式其實很好表現出 魚本身的味道 然後這個剝皮魚 其實在沿海的地帶都會有 但是因為東海氣候的關係 所以這個魚的品質會更好一點點 煎的蔬菜看起來很像一碗麵 這個東西呢 方言叫彩虹 群名叫雪裡虹 是一個其實我沒有吃過的東西 它是那種很粗梗的蔬菜 然後你把那個梗煮得很軟很軟 口感是非常綿密的 配上泰州這裡的做法 吃什麼都要煮豆麵 這就是很家常的口味 另外還點了這個也是很家常的梅桶魚 肉質很細膩 今天點魚的重點就是 在點沒什麼吃的魚 肉質是很軟很細膩的那種 有點偏像豆腐那種感覺了 液壓就會爛掉那種 做法是很簡單的清蒸 一點點薑一點蔥 然後放一點點酒味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好吃的魚 剛剛遇到老鞭本人 然後我們跟他聊起了辛龍雞 就問他說那你最喜歡吃辛龍雞什麼菜 辛龍雞什麼都做到極致了 沒有皮皮蝦沒有做到極致 絕對沒有 吃完剛才那個老鞭酒架之後 現在來到林台這邊的一個 比較觀光熱鬧一點的地方 叫紫陽街 因為現在是過年的期間嘛 所以有開店其實也不多 所以來這邊可能會有 比較高機率找到一些小吃可以吃 吃看看啊 希望有一些好吃的東西 阿姨你這個梅花糕是好吃的嗎 有點猛啊 這個梅花糕四塊賣的比四取還貴 這是我吃過最難吃的梅花糕 明明才剛吃飽 但是現在要開始吃了 雙瓶賣一下 賣一下其實有點像是麵合達那種感覺 它就是麵粉糊 然後倒在鍋裡的那一順 就會形成一個 短短的像麵疙瘩 那很細 口感其實是偏Q一點點的 因為麵疙瘩其實比較厚嘛 我一般吃麵疙瘩是一坨的 但是因為比較薄 而且它麵心條就是比較細的 所以煮起來就是偏軟 那這家很厲害的是 它的那個湯底煮得很香 用豬油還有一點牛肉碎末 蘿蔔 然後去煮成一個簡單的湯 淡淡的鮮味 但是卻蠻鮮的 雖然說剛吃完一頓了 但是接著吃一碗 我覺得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真的蠻好吃的 這一份就18塊接不貴 開抽到墳店所張價了 這裡另外一個很著名的美食是海苔餅 然後幾乎每一家賣海苔餅的店 都排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算了 我自己對海苔沒有這麼熱愛 我也不願意排那麼久去買一塊海苔餅 剛剛說的每一家賣海苔餅就超多人 就是另外一家賣海苔餅的 這裡全部都是排隊的人 排隊的人大概有70公尺吧 不誇張 這邊都還是排隊的人喔 今天的第二杯古名是一杯純茶 取香茉莉 就是茉莉綠茶 喝起來就是淡淡的茉莉花香 然後有一點綠茶才完全不澀 我覺得很回甘 他們這家茶真的是很棒 大腿 看看我在離開紫陽街的時候路過什麼 現代排骨真的太好吃了 大家一定要來吃 超腿 逃離了紫陽街那麼擁擠的人潮之後 來到了這次的最後一家店 在椒香這邊的禮記骨頭湯店 這個是椒香這一代的蠻有名的宵夜店 就是Local的人都會吃的 這個摧圓其實做的很像燒賣 它就是糯米糰 然後上面塞箱子的一滴一肉 我上次吃這個摧圓是在張園摧飯 就是這一次第一家吃 但是沒開那一家店 摧圓我感覺跟上一次吃到的 不是太一樣 這個更細膩一點點喔 而且像糯米吃起來是更糯更黏的 這個口感我覺得蠻喜歡的 排隊其實蠻多 棉糕啊摧圓什麼的 就不同那種糯米做的快不太一樣 但都做的蠻好吃的 醬油是偏更鹹一點點的口味 然後上面那個肉 其實就一點點肉味點綴而已 吃不出來太多肉的口感 再來是這一家主題骨頭湯 我點了一個骨頭湯粉絲 然後加麵筋 它這個骨頭湯我蠻喜歡的 因為它就是很勤的骨頭湯 我吃看這個骨頭湯 它肉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是一絲一絲的油紋裡 吃起來是會塞牙縫的那種柴度 口感稱不上是非常好吃 粉絲是偏脆的那種口感 感覺是粗一點米粉的那種感覺 最後是這個麵筋 這個麵筋是要額外加的喔 一般在上海偶爾有吃到這個東西 就是豆皮麵包肉 但這就是它的麵筋 我非常非常喜歡 豆皮其實大家的口感都差不多 就是這種乾豆皮的款 但它的豆皮是有豆香的 肉是偏甜的 原本來之前 不對這個東西幫我特別期待 但目前吃起來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好啦吃完最後一餐 也差不多該離開泰州了 我們從車上開始錄 就從車上結束 這次來泰州我覺得 算有遺憾啦 就該吃的小吃 想吃的小吃都沒有吃到 雖然說解鎖了兩家比較好的餐廳 覺得一隻新容器 一直想吃然後終於吃到了 但才是有那麼一點點覺得可惜 所以大家來泰州的話一定要記得 不要挑這種連續大假日來 可能會遇到店家休息的狀況 體驗就不是太好 那新容器跟老闆酒家 真的是蠻推薦你們去吃吃看的 一家是把家常菜做得非常完美 很極致的程度 另外一家就是普通的家常菜 然後稍微做點創新 我覺得是不同方向的 都蠻值得吃吃看的 那就祝大家來玩的時候都可以順利好不好 可以吃到那些我開頭的時候沒有吃到的小吃 然後可以多買幾隻劍軍排骨真的很好吃 然後都訂得到現容器 很真誠的祝福了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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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